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中國時報的頭條是 蔡英文政府去年提撥了三億元 擴大國民旅遊補助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就踢爆 由旅行社申請補助資料造假 再來看到的是聯合報 考試院全院審查會 昨天通過 公務員退休金計算基準 改採計在職最後十年的平均奉額 而自由時報則是報導 司法改革國事會議 昨天是做出了決議 大法官釋憲門檻 從現行三分之二表決過關 降低為二分之一 而了解完了三大報的頭條之後 接著再來關心的是 科委會主委李永德 拒絕警方攔查事件 引起有沒有侵犯人權的爭議 而根據大法官釋字535號的解釋 員警應該要舉證明確的事實 證明犯罪可能才能夠領檢 而律師認為 領檢當下 警方應該跟民眾說明 領檢的依據是什麼 如果無法說明就要停止盤查的動作 減低侵犯人權的疑慮 看到男子很可疑 要求進行盤查 意外發現毒品 領檢盤查已經是警方破獲犯罪 爭取績效的一個方法 可是如何確保沒有侵犯到人身自由 大法官535號釋線案闡明 警方應該舉證明確 證明已達置身危害 或有產生危害的程度 立法院也因而定例 警察執權刑事法 要求警察得有相當理由的認定條件 如果嫌犯看到警察就跑 就構成攔檢條件 這個是一個好的案例 釐清警察應該怎麼發動 那人民是可以拒絕 那如果說不出一個道理的話 警察就應該讓人民走 而今改會也以李永德的情況 王維莉說 李永德當下沒有表明身份 警方也是依法行政 雙方各有堅持 假如李永德不瞞警方領檢依據 可以提起訴願 或透過司法判決成為案例 你要嘛就是按照正常管道 你訴願意義 然後讓它成為一個案例以後 希望警政署多多宣達這樣的案例 讓所有的員警一體適用 很好啊 這是對警察改革邁出一大步 馬再琴認為 警方領檢引起爭議 往往會勾起民眾對警方盤查的不滿 李永德的案例 若能建立規範才有教育意義 高榮志也建議 領檢的實務操作 是需要被訓練被界定的 警方領檢不能只依據服裝儀容 或刑機等等理由 就懷疑有犯罪嫌疑才能減低侵犯人權的疑慮 記者陳嘉欣 張子佳台北報導 這樣才會場 記者 令吉祥 課堂 前启